hello 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楼哥的游戏实况解说 今天红楼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 世魂系列 第五代 也就是世魂灵 特别版的一个网站的一实况 分别有老的快对雷诗音 好的 话说直接 老的快直接使用了他自己一批 他使用的是柳生士兵卫 一个驾刀 当身技 柳生心引刀 直接前冲头带走了二批雷诗音的霸王丸 这个场地我个人十分喜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剑刀管 而且是晚间 因为在这个世魂灵特别版里面 我去 又是一个上段的一个当身 吸引刀 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剑气比较少 所以说他伤害也比较高 我去 雷诗音现在已经是被连续三次架刀了 这次打对方一个收招硬直 重担 好的 跳牙重刀 带走了雷诗音 雷诗音这个名字我记得好像是小李飞刀里面的吧 OK 现在双方应该还是延续上次的任务 这次场地来到了霸王的主场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五代特别版呢 他的又是一个当身 玩柳生就是玩这个当身技啊 让对方不敢轻易的出斩攻击 噢 刚刚这大刀架刀没有出来 这次出来但是出完了 兄弟你不要乱出啊 那么霸王这次也是制造厉害了 专门瞅对方这个收招的一个硬直状态啊 在出自动刀 二脚刀被战冬刀封掉 一本 现在双方都是满怒气状态啊 随时可以出超杀 但是超杀的好的 浅冲骗掉对方剑刀取消 脚追加 现在谁也不出超杀了 因为超杀实在是队子太大 大追加带走 我去漂亮直接反杀 我可以看到柳生什么位在地上还挣扎了一下 做的相当到位啊 OK 现在双方继续延续上一把阵容 柳生什么位对方完 那么这个场地来到了半藏的朱厂 这个场地的背景音乐我特别喜欢 我个人强烈借解决大家仔细听听这个场地的背景音乐啊 我就不说话了 这个场地的赤心 是赤心的嘛 OK 要暴气 还不发动无知境地吗 柳生士兵卫 柳生兵卫再不暴气就 反抓 好的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能逆转吗 哎呦 这是 哎呦 暴气救命了 好的 利用怒满 暴气之后可以 哎呦 这只一脚踹在脸上 一个大邪人 结果呢 是被一脚踹死 好于憋屈的柳生 一批不贯大 对二批的霸王丸 看一下双方这个进攻的一个套路 那现在发暴怨龙做一个牵制 前跳 被投了 但是没有 哎呦 想前滚取消指定投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失误了 没有出来 暴怨龙 好的 一个对抠 那么残葬的思想很简单 就是暴怨龙做一个牵制 你跳也好 你防守也好 我就打一个两则 66C 66B 得下重担取消 对驾 那么这个游戏啊 它有一个 前跳这么一个动作 可以用来回避这双下动攻击 但是我个人可觉得这个好 做的很没意思这么一个设计啊 你没必要前跳一下啊 特别难看啊 很多时候这游戏打中途就是双方跳来跳去 你穿一下我跳一下 这招一个是闪避对方的下段攻击 再一个就是防止对方投你啊 武币做一个缺反 这次前冲同队了 暴怨龙牵制 那么丸子好像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方法 不敢轻易前跳啊 对对方的解空 打了一个中段破墩防 这个场地是尸弘五代那个刘云飞的主场啊 你听这个这个调调啊 就是我们中华传统古音乐啊 很好 暴怨龙这个 机会拿捏得相当到位啊 这个时机 这么抓 反正现在是蓝血状态 要发动无知境地吗 还不发 好的 这才发动无知境地 好的下重斩 无知境地情况下 好的中刀确认一闪 但是这个怒气槽 剑槽 剑气槽少了也 刚刚我们可以看一下双方不停的前跳 那就是在防止对方抓 好的机会来了吗 哎呦 是又是一脚踹在脸上 我去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咱们的视频的话 关注头条号 我们下次再见 朋友们